Let the love Anything you want Let the love Let the love Tell everyone You can have everything you want 妳是怎麼要幸福妳老公 來 幸福妳婆婆 幸福婆婆 打死妳 關起來 綁起來 讓妳過得寫起來 妳怎麼收滿她 收滿她 那時候我就有跟我老公說 如果以後我有婆媳問題 我真的真心覺得 不會是我的問題 應該是妳媽問 妳媽 妳要站那邊我給妳暗示 妳不聽 我告訴妳回家 我把妳打死 欸 我現在都感覺到她的沙槍 我覺得妳她公公婆婆應該都很怕 對啊 男生夾在中間就很像夾心餅乾 尤其是有人懷孕了以後 因為我都會扶著上樓梯啊 那我媽就是那種這樣 因為我以前這個講 我都叫她去扶她媽媽 我說我自己走就可以了 我反而要扶她她說去 不是我媽媽 她就很開心 是嗎 對啊 我也是獨自 可是我在家已經沒有什麼位置了 沒有什麼位置 你知道我每人在整理東西 整理什麼 我也很累啊 然後我爸夾菜 我本來以為他要夾給我 我沒有看過我爸夾菜給 這夾菜給柔柔欸 我沒有看過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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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蛤 我們去看電影好不好 好啊 要看什麼電影呢 真的嗎 我跟妳講喔 我們朋友大家都去看電影 跟我們要去說這組很好看 一定要去 我媽 欸 媽 媽 今天晚上回妳家吃飯 妳等一下我問一下可莉 可莉她說她不要啦 可莉的意思是說 我們不會太晚回去 會早點到啦 啊 好 好媽媽 晚上見 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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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妳也怕太大腦了 我會夭壽喔 喔喔喔喔喔喔 妳其實臭臭啦 妳幹嘛跟你媽實話實說啊妳 啊妳不是說妳不想回去 我就跟我媽說 我們要去看電影就好啦啊 妳幹嘛直說啊 我才不要回妳家了 妳媽每次我回去她就問我 我說妳什麼時候要生啊 我要生怎麼生啊 我媽是關心我們 我不要她關心嘛 每次你就坐在那裡 在那裡在那裡 你跟我一個人在面對妳媽媽 妳是 妳 妳是書隊友啊 廢子我了妳 當老公真的很為難耶 夾在老婆跟婆婆之間 這到底應該怎麼辦啊 婆媳後招一把一把 喔老公 妳到底是神還是豬啊 妳家家有本難唸的經 但其中最難唸的一本經叫什麼 婆媳問題 沒錯 妳知道這個歷史五千多年來啊 這個問題是一直沒有辦法被解決 為什麼 因為妳知道兩個人結婚呢 是一個家庭的事 不是兩個人的事 對 對啊 所以呢 婆媳不外乎就是 傳統接代的問題 生活習慣 對啊 然後子女的教養 哇 這個很重要 對不對 婆婆 也不能說什麼 我們就是關心嘛 對不對 妳敢知道這中最難做的 什麼感情 什麼感情 老公 真的 老公佔了一個非常關鍵的角色 是 是神是豬很重要 對 那妳是神還是豬 是神豬 歡迎今天的特別安定 歡迎 余湘泉 哇 余湘泉 今天勇氣可大 為什麼 這就神豬代表啊 神豬代表 對啊 他敢來耶 是嗎 說不定人家他是神耶 你不要這樣 對 我們今天好好聊聊這個 之妹呢 結婚有沒有二十年了有 結婚差不多二十年 然後交往四年才結婚的 所以在一起等於是二十四年 那妳老公是神嗎 我跟你講我老公 他剛好介於中間 她是人 而且 那就還好耶 她既不是神 也不是豬 她是人 那妳婆婆有沒有什麼 是讓妳特別覺得 妳跟他們相處起來 妳也這樣會有 因為我個人覺得 我的人緣還不錯 而且我很會討老人家歡心 因為我知道 就是嘴巴比較甜的 所以我就 那時候我就有跟我老公說 如果以後我有婆媳問題 我真的真心覺得 不會是我的問題 應該是妳的問題 哇 妳嗎 對 我就直接講說 因為那時候在談結婚的時候 我就跟她講說 如果我 我就私下跟我老公講 這個如果講給媽媽 你退晚了 當然不行 所以我就跟 因為有婆媳問題 是妳媽的問題 對 跟她先 妳媽 妳懂嗎 她媽媽說妳媽是指我媽 對 不願意到要給老公打一下 預防針 對 就是說如果會有問題 肯定會是有點 就是絕對是妳媽的問題 所以妳的角色很重要 妳媽只聽妳的 所以妳要想盡辦法 去安撫好妳媽 所以我有特別跟我老公講 那因為為什麼我敢這樣講 因為我老公是獨子 她上面有三個姐姐 下面還有一個媚女 所以她剛好是家裡唯一的獨子 所以那時候 我們那時候剛結婚 生完第一胎是女兒 因為我跟我弟差一歲半 所以我就從小就打架 打到大我媽就說 妳們多吵多吵 所以我自己心裡就已經決定 我絕對不會生一個 差兩歲以內的小孩 我一定要差兩歲以上 所以我兒子跟我女兒 其實現在是差五歲 可是在我生完女兒後 我婆婆她們就說 什麼時候生第二胎 早點生什麼什麼 我就說會 然後我都LINE給我老公 我說生不是我一個人就可以生 妳要問妳兒子 妳兒子不配合我怎麼生 然後她就是我老公載著 結果說趕快生小孩 妳們不要再拖了 我老公那天就有點不知道幹嘛 她就說她不要生 妳自己問她 她這個漁婦什麼 有生肖迷思 說我有生肖迷思 對 那時候她可能 我在想她可能不爽我 就因為我們可能有吵架 那些心情不好 但她就講出來說 我有生肖迷思 因為我女兒屬猴子 我就跟我老公說 我只想生屬豬跟屬老鼠的 因為我老公 我老公是屬豬馬 我屬老鼠 一過又要等12年 妳不要這樣子 現在年輕人比較大 如何是星座 不是 可是妳知道嗎 我那時候 我要先家裡四 就是那種三合 對 妳看我女兒屬猴子 我那時候想過 如果老鼠跟豬都生不出來 我就去做一個屬龍的 因為屬龍的也是跟我 很合的妳知道嗎 那時候想 太迷信 然後我老公就在我婆婆 我妹妹講說 她就有生肖迷思 她怎樣怎樣 然後我就說 沒有妳不要聽她亂講話 她這人就是一個嘴巴會亂講 我跟你講根本就不是 把她現在都賴在我身上 一天到晚跟我說去應酬 回來都喝醉 妳覺得我會有機會生小孩嗎 我就把她的話也講出來 然後我婆婆一聽就不講話 就沒有講話 那可是那時候就是 我在懷 後來懷第二胎 懷第二胎的時候 我婆婆就說 不要有生兒子的壓力 妳要知道 我前面生三個 其實我都是隨緣 第三個還是女兒的時候 我都想說沒關係 就不要生了 可是殊不知我就懷了第四胎 然後第四胎呢 我也沒想說是兒子女兒 她就是個兒子了 然後我就說 喔 好 好 她說其實小孩真的 男女不重要 重要是健康 我說對 那很棒 沒錯 媽媽都這樣說 我也講真的 不不真的 如果再出來一個女的 妳的第五胎又來了 沒有啦 可是我自己 其實自己 我自己的媽媽有跟我講說 因為妳老公是獨子 所以妳如果這胎不是兒子的話 妳就要準備再生下一胎 我說那如果這胎不是兒子 我下一胎一定做一個 屬龍的龍子送給他 我那時候就這樣 這樣跟我媽媽 跟我自己的媽媽說 那可是呢 因為我們差不多在 不知道第幾週是要做羊膜餐 因為那時候我生我兒子 37歲 高齡產婦 所以要做羊膜餐 吃藥 他要去看一下那種基因 那順便就會知道正確的性別 然後所以我那天去做完 當天晚上回去 我公公就打來 欸 媽媽問妳啦 兒子女兒 我說公公那個檢查完 要兩週後才會知道 不是當天檢查完就知道 她說 那我跟妳講 妳一直到第一時間要打給我說 蛤 為什麼 我去求那個菩薩 我要去懷願耶 我拜託他一定要給我們 這才是兒子 我要去懷願 我心裡想 不是男生 女生都好嗎 我就想說 你們不是說男女都好嗎 對… 健康最重要 可是那當然是希望是兒子啦 所以我們就去拜拜了啦 所以妳一定要提醒我們 所以後來還好是兒子 人是體力生 真的 因為妳如果再生一個 女生又再生一個 對 所以那天明顯 那兒子生出來之後 教養問題有沒有很大 那我跟你講 真的有 因為我兒子是 等於是唯一的孫子 孫子 因為獨體的孫子 對啊 就真的是愛到 掌孫 愛到不行你知道 那小孩都很聰明 他知道去哪裡 就是誰 誰對他好 他到那邊就會很歡 你知道嗎 我兒子去的時候 有靠山 對啊 吵喔吵喔 在那邊這樣 我要什麼什麼 我就看他很吵 就說 閉嘴 再吵 打死你這樣 因為我就習慣這樣子 因為我從小被打到大 搞不清楚妳的地位 然後我婆婆馬上回頭說 甄莉 真的不要這麼說 對小孩要有耐心 妳看 妳老公 我們從來沒有打罵他 他不也長得好好的嗎 我說喔 對 我說對啦 我說可是婆婆妳知道嗎 我說媽妳知道嗎 因為我從小被打到大 他身上就有欠揍基因 所以呢 要罵 他說不是啦 小孩好好講好好講 好 回到家 我就跟我兒子說 我告訴妳 妳現在知道去那裡 我會被罵 我以後不會再罵妳了 妳只要回家 妳要在那邊 我給妳暗示 妳不聽 我告訴妳回家 我把妳打死 我現在都感覺到她的殺戚 妳知道嗎 打死妳 好可怕 我覺得連她公公婆婆 應該都很怕 對啊 幹嘛把她打死 我們不用打死她 但這只是一個口語話 就是恐嚇式教育 讓她死妳 我跟妳講 然後我兒子就知道了 就稍微乖一點 下一次不會回去 會跟妳婆婆倒嗎 欸 我跟妳講 小孩也要生存 因為我跟她講說 妳有本事不要回來 妳就不住在阿嬤阿嬤家 妳就不要回來 住他們家 她婆婆 媽媽 妳要幫我打死 不要她回來了 對不對 所以她要知道回來 她要生存 所以她也不敢太造姿 真的 有囉 來講一下 妳怎麼跟他們家 尤其是婆婆相處的 余祥泉是神還是豬 我覺得她是豬對 哈哈哈哈 其實滿看得出來的 真的 因為她就是講話 是很直接的那一種 像前幾天我就是 因為懷孕 我就口味會變 然後我就那時候 就突然特別想要吃麥當勞 就是如果孕婦沒有吃到 就會很生氣的那一種 我就跟她講說 我想吃麥當勞 然後她就說 喔 不要 我現在想吃韓式炸雞 我就說我不想吃韓式炸雞 我覺得那很油 因為她以前很愛吃那個 可是我那時候已經跟她說 我不想吃了 反正那時候我們就有點小爭執 然後之後她媽媽就剛好 打電話上來就說 喂 她說喂 那個樓下有稀飯喔 你們下來吃稀飯 然後她就超白目的 她直接說 柔柔說她不想吃 她什麼東西都不想吃 可是我根本沒有這樣子說 我只是說我不想要吃韓式炸雞 因為那時候我們就有點小爭執 她就故意講說 柔柔說她不想吃稀飯 什麼都不想吃 對 超無言的 其實那時候是已經有 已經有一點情緒 因為她在跟我吵架 她只是想吃個麥當勞 對啊 你也有什麼情緒 你因為想吃韓式炸雞 她在跟我吵架 然後因為 我會問我要幫我爸媽一起叫 那我就想說 我爸媽會想吃麥當勞嗎 她也不會想吃韓式炸雞 對啊 對啊 你怎麼可以這樣 你想吃你爸媽就想吃 她想吃你爸媽就想吃 那結果我真的叫麥當勞來囉 後來真的還是如他所言就 我們就全部叫麥當勞 我媽一口都沒碰 可是你爸爸吃得很開心 我爸爸吃得很開心就好吃了 對 我喝一點喝一點 但你怎麼可以直接就跟你媽講 對啊 因為我的個性就是比較 她就說話很直接 她就不會經過大腦的那一種 其實不行 真的啊 因為她有點生氣你知道嗎 我氣到哭欸 欸她氣到在床上哭欸 我不用吃欸 對 然後丟在床上 然後我開闊音我就說 那個 我祖母說她不想吃 吸飯 然後她什麼都不想吃 超白哭的 然後她在床上 錯記 我想說妳在錯記一首 因為我也不敢回嘴那些 我就 因為我現在在她媽媽心中 印象是很好的 我那時候她這樣講的時候 我也不敢回嘴 然後我就自己默默的在床上哭 對啊 然後她就覺得我在哭什麼 然後我後來就真的還是 叫麥大奧給他了 但是妳知道因為 因為他是你媽媽 兒子 女兒 再怎麼樣 媽媽到時候還是原諒 自己生 可是媳婦其實是不太一樣 雖然有些人會把媳婦也當成女兒 但是還是有一種很客氣的那種 很尷尬的成分在裡面 我叫妳來吃 妳不吃 我總是還是心裡會有個課答 就像我媽在她懷孕期間 她說要多吃魚 對小孩子比較好 所以每一餐都有一條魚 然後我媽就一直夾給他 一直夾給他 一直夾給他吃喔 可是沒想到呢 柔柔的口味變了 他不喜歡吃魚 他吃魚會吐 會感覺想吐 然後睡他晚上就吃不下了 小月都會叫我去煮 可是我那時候還沒有發現 因為他一開始也沒跟我講 我還沒有發現 然後媽媽夾魚給他吃 我有一次看到 那個是可能是 可能有一點點魚腥味的魚 夾給他 夾給他以後呢 他吃了一口他臉這樣 就已經快死了 感覺快要對我說 欸你幹嘛 然後他上去他就跟我講說 你要叫你媽 不要夾魚給我吃 因為我也不好意思自己講 我在餐桌上他就一直夾魚給我吃 我就只能吃掉 我也就不好意思說 喔我不想吃 因為他又很辛苦又煮了這麼多 對然後我都會 就逼著把它吃掉 然後我每次在餐桌上 對他實顏色 他感覺都沒看到 因為我想他可以幫我講話 他只看到他吃的東西 我也是夾東西 我也是夾菜給他吃啊 對我媽夾魚是一個舉動 對 對 對 然後我媽後來就直接跟我媽講 欸媽 你不要再夾魚給肉肉吃了 他會想吐 然後我媽臉就 喔 好 就很尷尬這樣 對 哇你真的還蠻不會講話的 真的 欸等一下 好那我問一下 那我就問一下 兩性專家或是各位主持人意見 如果遇到這種狀況 我應該要說什麼 魚這好吃啊 媽我來吃 你就把它趕快夾掉 送到自己嘴巴裡面 然後你就說 欸他最近除了魚啊 還有對哪一個東西 其實也蠻想吃的 可是直接講不是比較快嗎 因為以後就不會有一條魚在上面 那你要知道 你要直接講 你要私底下 只有你跟你媽媽兩個人的時候 你再講 你不能在餐桌上講 就很尷尬 這樣會很 你要私底下跟媽媽講 媽媽都會OK 因為像我跟我老公也是 因為我們在婚前 就是在交往當下 所有的節日 譬如說母親節也好 什麼父親節也好 他都來我家 陪我爸媽過 然後我都問他說 你不用回家過嗎 那因為他爸媽家是在中南部 在園嶺 他就說不用不用 他說他都有提早過 那我想說OK 那既然交往時是這樣 所以結婚後 我很自然就認為是這樣 因為我們家本來就是要當天過節 對 現在結婚了 我跟你講 母親節小孩要跟我 因為我是媽媽 所以要跟我一起跟我爸媽過 合理 可是父親節小孩就跟你 跟你回去跟你爸媽過 對 那如果說你爸媽覺得 像你媽媽也覺得 母親節他也想過 那你們家永遠都只得提早過 因為我們家都是當天過 這是在婚前你就知道的事情 對 然後所以我老公就OK 他就轉頭會去跟他媽媽說 他當天都是要 可能要帶團出去 可能要怎麼樣 他就是有公事就對了 所以他要提早過 那我跟你講 媽媽一這樣講 是因為有公事要賺錢的事 一定OK 沒問題 所以我說我老公不是神隊友 也不算是豬隊友 真的因為 他沒有主動去跟他媽講 他要我告訴他 他才會去說 可是他說的時候 他也知道要把他包裝漂亮 他不會說 因為甄莉說 他們家都要當天過節 所以我們家要提早過 他也不做 像我如果遇到 我就直接講 他就會直接講 對啊 你以後要講什麼的時候 你想講什麼的時候 你問一下什麼 先問 你先跟他只會好劇本 就跟他 就好像會通告一樣 對 你真的直接講會傷害到他 真的 我每次跟他講 他說哪會 你每次都想太多 不是因為 是你想太少 不是他想太多 最了解我媽的人是我 他的情緒是當下的 可是他過了就沒了 馬上就 我們家的人都是 那是對你 因為你是他兒子 對 你是他兒子 他是對你才是這樣 對 我跟妳講 是 因為妳知道嗎 絕對是 我弟就是一個豬隊友 因為我弟弟他就是 他老婆 他不准他老婆去上班 他就叫他老婆在家裡 幫忙照顧家裡幹嘛 就不讓他上班 那我媽又覺得 我弟工作很辛苦 所以他每次就在我面前 一直罵我弟媳說 你那個弟妹都不去上班怎樣 然後我就看著媽說 你罵他幹嘛 去罵你兒子 是你兒子不給他上班的 你怎麼可以一直罵你 罵你的媳婦 鬧喔 可是我跟你講 幫你弄一下 不是啦 那你要想 我弟在我媽面前講說 我媽都不吭聲 可是其實她是個癮的 你懂嗎 這個姐姐兇耶 真好 對 我就是家裡的媽媽 對啊 再不聽話打死你 打死我打死你 我好不用你 我就用恐嚇式教育 我就用恐嚇 可是我沒有真打 但聽起來感覺 她的薄疾問題 好像還沒那麼嚴重 對啊 因為她的EQ超高的 是 你有看到比較 或者聽到比較 對不對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媳婦很可憐 婆婆有時候蠻強勢 我有個範例 我真的覺得我印象超深刻 話說就是當初我這一個朋友 跟她的老公要買房子的時候 還缺頭期款一百萬 好 那這時候 那個婆婆就會說 沒關係嘛 那一百萬的話 那就是 不然我可以全部都出 可是你知道 女生的媽媽也不甘示弱 奧桃組就會覺得說 什麼 你要全出 這樣子的話 好像也不太好吧 我不要讓你講話 那我們就各出50 各出50的話 小朋友也很會講話 就說那這樣子的話 以後我們就來當一個 這個孝親房 我們就有一個孝親房 可以準備給媽媽們 那當然就是都很高興 可是這個婆婆就很聰明 因為她是住在台中 然後每次她從台中 主要是跟她的這個 老公吵架 她就說不行 那我要去台北去找我兒子 我要去投誇她的孝親房 孝親房一住了 她就不走了 她就覺得說 這地方也很適合我這樣子 可是你知道嗎 因為大家在相處的時候 總是會有摩擦 那麻煩就是說 當這個媳婦的媽媽 她也想來住孝親房的時候 就發現說真的沒辦法 因為就是婆婆就霸占了 就不走 那就媽媽就很不好意思 那不然的話就是 可能要請她去住飯店 可是有時候 這個媳婦的媽媽就會覺得說 我也想要跟這個孫慈長期相處 孝親房好歹我也是拿了個50萬 好 那這婆婆就會說 哎呦 拿了50萬 她也叫做嫁妝耶 嫁妝就是 嫁出去女兒潑出去的水 你們家的錢就是叫嫁妝 嫁妝就是變成我們家的錢 所以說你跟裁面講說 不可以講說什麼出這50萬 這是我們家的 這是你們的嫁妝嘛 就是我兒子的東西嘛 這樣的話孝親房 我住得好 後世後世 為什麼我還要 還要再出去 好 那這時候媳婦想說 既然是媽媽 妳要這樣講的話 講也講不聽嘛 那我的媽媽長期 也沒有辦法享用到孝親房跟孫子培養情緒 好啦 於是就開始想說 那我把妳給趕走 因為那老公又是豬隊友嘛 都不講 於是呢 他就想說 那既然是這樣的話 老人家不能吃什麼重鹹 要清淡 就給他嫁妝 好可怕 嫁妝以後呢 媽媽的衣服洗的時候 會不小心染色 說媽媽 不好意思啦 我不知道 有顏色跟別顏色東西要分開洗 就染色 那染色的時候呢 有的時候就是對小孩子特別好 那妳知道嗎 因為妳知道阿嬤就是很疼這個孫子 疼孫子的時候呢 這個媳婦有時候就是給孫子 就是給他兒子很好的東西 然後就會在他這個 那個婆婆面前就說 哎呀 那個喔 妳最愛誰啊 妳喜歡阿嬤還是喜歡媽媽啊 這樣子 然後兒子當然就說 當然喜歡媽媽 請問誰 那阿嬤跟媽媽 掉到海裡面妳會救誰 當然是媽媽 好 阿嬤就很生氣嘛 很生氣就想說 不行 我一定要常常常住在這邊 把我這個孫子的這個心都把它拉攏過來 更慘 好啦吧 結果後來妳知道 夏天現在炎炎夏日對不對 媳婦竟然出一招 她把那個冷氣給她供壞掉 供壞掉 就讓那個老人家 住不住 住不住 你知道嗎 然後住不住就想說 那沒關係我們找人家來修 我跟你講 大熱天那個冷氣師傅也很忙 她真的也沒有 她也沒有時間去對修 對 三五天她受不了 她就搬又搬回去了 對 所以有的時候就上有政策 下有對策 當妳的老公是個豬隊友的時候 講都講不聽 那也沒辦法 我們媳婦就只能自己自立自強 是 那一般這種婆媳問題都比較出 常出現在東方國家 那妳用異國婚姻 也有這樣的婆媳問題 其實我先跟大家講說 我是跟我婆婆住在一起的 現在在台灣 對 很妙喔 為什麼會住在一起呢 因為她的骨會放在我們家 是 那外國人的習俗 不會沒有說連鼓掌 我聽了什麼 所以妳跟她說什麼 她不會沒辦法再說 那就是看光 我小春家沒有她好孝順 都住在一起 我們相安無事 妳嫁給她的時候婆婆 婆婆還在 因為那時候我住在 就是在LA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嫁過去 那我們那時候要找租屋 就是說還是要先在公公婆婆家 先贊助一陣子 直到我們找到租屋為止 那那個時候其實我婆婆 妳在外國人講話都很直 Sinta 我告訴妳 就當作是我們自己家還怎麼樣 那我心裡想說 其實我覺得外國人 也是百無禁忌嘛 於是妳知道 因為我在家 我真的不太喜歡穿內衣 那我想說 外國人應該也沒有在穿內衣 那那時候是冬天 我想說我不要激凸就好了 應該也OK吧 反正就是都是這個 包包緊緊的 對 妳知道有一天 我婆婆就來問我說 欣西亞 我想問妳一下 妳在家都不穿胸罩是不是 都不穿BRAD嗎 我就說媽媽難道妳穿嗎 她說對啊 因為我們胸部大嘛 我怕地心引力就是會讓我的胸部下垂 所以說我都把它就是綁緊緊的 我連睡覺都綁緊緊這樣子 我就說那那個時候 我是覺得在東方的國家 可能很多媳婦聽到 就會覺得說 婆婆這是在暗示我說 妳就是 是不是 應該是要穿嘛 不要妳要動動 對 這樣不好看 冷冷冷冷的 可是那個時候我就在想說 那媽媽就是我會問她說 妳為什麼不穿 她告訴我她的理由之後 我就跟她講說 其實我是覺得胸部 應該要讓她呼吸 有的時候妳在外面上班還是怎麼樣 我們穿當然是為了就是好看嘛 對不對 可是坦白講 妳如果睡覺也穿著 妳不會覺得呼吸會不順暢嗎 循環也不好 對 也不好嘛 那我會跟她講一下 我的觀念是這個樣子 我覺得在家裡面 我們可以就是 讓她就是放鬆一下 她就說 這樣講也對耶 後來我就說 媽媽這樣好了 我們在家都不要穿 都不要穿 都不要穿 妳覺得怎麼樣 她說 那我覺得西方的婆婆 她們是比較願意去傾聽 她們會知道說意見的交流 是我跟妳看法不一樣 我想知道妳的出發點是什麼 她反而就會覺得說 真的耶 那我來試試看 妳不要穿好了 她跟我講說 妳知道嗎 我在家不穿 睡覺也不穿 妳爸爸有多高興 這樣 對 所以我覺得 這就是一個很好的交流 可是我覺得在這個台灣的社會 長輩比較會有個習性 會覺得說我就是長輩 妳們最好 妳們這些年輕人 最好都是聽我的 對 那妳不聽 她也比較沒有辦法去接受說 年輕人一些觀念 所以我覺得 大家多交流 有的時候也是個優點 但是也發現到一點 就是有時候婆婆 可能沒那個意思 我們自己會多想 我們多心 對不對 如果不多想 其實很多事情沒那麼複雜 因為兒子娶了老婆 就好像媽媽會覺得 我可能是被另外一個女人 給搶走 沒錯 我在交女朋友的時候 也是我媽每一個都說 就有空帶回來看一下 然後因為我媽是個很喜歡 自己打理 整理房間 自己做菜 然後我帶女朋友回來 她也是都會這樣做給我們吃 就常常那種 譬如說我房間的垃圾桶 有時候就帶女朋友回家 就是難免會有一些 味噌汁會產生 一定有的 流鼻涕 感冒 流鼻涕什麼的 就是流完之後 鼻涕噴完之後就會 有很多地盤會有 對 就丟在噴鼻涕 那有時候就是早上起床 就想說去吃個早餐會出門 一出門回來 尷尬了 尷尬了 垃圾桶裡面的衛生紙都 清完了 好尷尬喔 清乾淨 哇 你的鼻涕就這樣 對 都是被媽媽給清走 Oh my 對 我說我們家有自動掃地機器 所以都會清得乾乾淨淨 然後女朋友來家裡 然後我也都跟我女朋友講說 我媽在忙就讓她忙就好了 妳也不要就是還要幫忙 什麼切菜什麼都不用 洗碗不用 對 我媽生兩個兒子 兩個兒子在家裡就是大爺 我媽就是隆隆吃完飯 我們也不用收什麼的 所以我也習慣跟我女朋友講說 不用啦 不用 妳就陪我看電視就好了 完了 妳這樣一次 這個女朋友她以後印象就不好 我就曾經交過一個 就是我現在的老婆 她來家裡之後 我跟她講這樣 她就沒有 我媽在做飯 她就站在旁邊 就是感覺想要幫忙 智希就會想說 我媽說沒關係 妳去陪祥祥看電視 我跟你講有沒有做不重要 但重點是 她有一個心 對 陪伴 她叫智希陪我去看電視 你知道智希是幹嘛嗎 她去拿了水桶 因為我媽習慣用傳統式的拖把 就是 拧 對 要這樣子 你知道 不是什麼 不是那種 不是那種 不是什麼好 不是什麼 她就這樣子用水桶在那邊弄 我想說她在幹嘛 她在那邊拧拖把 哇 很累 又拧不乾 又拖得很濕 我就逼不得已 我也下去就一起做 你知道 我媽從此就愛上智希 天啊 智希真的很會演 對 沒有 對啊 我這個 我這個 在電到裡面 我找給你 可是我覺得台灣男人真的是也是還挺委屈的啦 因為你知道嗎 其實當然我要想像 先跟男人講就是說 很多男生對於老媽跟老婆之間 他們都會覺得 老媽就只有一個 可是老婆 還可以 對 可是我覺得這個觀念有時候要換一下就是說 我會認為說男人啊 老婆才是陪你到最後的人 以後你老了 你要拍檔 推輪椅 誰要幫你做 為什麼我一定我老了 我要推輪椅 誰要幫你操檔 你下面挺尷尬的 就是擦背 意思就是說其實老婆還是不要在旁邊 就是要照顧你 有的時候不要會覺得說 因為老媽就只有一個 所以沒關係 老婆可以再換 沒有 真的陪你走到最後的 或是你的老婆 那其實很多台灣男人就覺得說 可是一下是媽媽 左邊是媽媽 右邊是老婆 那我在東間當三明治 我也很辛苦 那是因為他們的文章是來自於是說 台灣本來就是街訪鄰居 大家都會很害怕是說 尤其是男人 我很害怕被人講說我就是不夠孝順 那你到其實孝順在國外 沒有孝順的這一個單字 你懂嗎 真的沒有 對 變成就是說 有的時候兒子真的會覺得說 他也會很擔心 會想說街訪鄰居怎麼講 親友會怎麼說 真的 很多人都會說 你看那帳我都沒的 對 那我們重面子 那這句話一聽到媽媽的耳裡 媽媽就真的不高興 對 因為女性的心思不心意 而且大家也要想一下男生的感受 男生夾在中間就很像假心餅乾 對啊 所以你的角色很重要 不是 你真的不能用你認為 你媽媽會怎麼對你 對 然後是認為你媽是會怎麼對他 對 因為他在媽媽面前其實 其實其實 媳婦一定是這樣 對 一定要 一定是那種他 不會一定的那種 你知道我媽 我媽是那種在 廚房會放一支牙刷 然後客廳 就是客用的廁所會放一支牙刷 她自己房間會放一支牙刷 她就走到哪裡 想到哪裡牙刷 她就刷一刷 有時候可能是廚房那支牙刷 她太久沒用了 有點發霉了 那時候的女朋友來家裡 就我之前就是看到發霉 我就丟掉 她就自己再換一支 我那時候女朋友去幫我 幫我媽把那支牙刷給丟掉了 她說發霉了 然後我就丟掉 她就來問我 我廚房那支牙刷呢 誰丟的 我說丟掉了 我說那一天 那個女朋友在打掃的時候 那發霉就丟掉了 哇 不定了 喔 不行 啊 是喔 我都平常我都幫你丟掉 為什麼不能丟掉 可是發霉啦 可是她就是外人 她會認為說是她外面的人 在幫她處理這件事 然後我媽 對 那是丟我的東西 我媽幫我把我那個更衣室的衣服 摺得好好的 我那個女朋友覺得說 這樣摺得不好看 摺得不是不好看 太佔空間 她就把衣服用另外一種方式 真的說就省了很多空間 變得比較小壞了 我媽以後不行了 從此不幫我摺衣服 以後你們記者 自己弄 她會覺得你給媽媽 你要弄半天 你給我在那邊 其實我覺得女生的心態 多多少少都會有一種 互相比較 那我覺得大家其實有時候 當媳婦其實我們來想一下 其實這個當媽媽的心情 你看這個兒子從小 她拉拔長大 照顧長大 她有她全部的愛 對不對 可是當另外一個女人進來的時候 其實媽媽的內心 多少都會覺得說 這個女人就是要來 瓜分 我兒子對我的愛 所以她會有點比較心態 像我媽真的就有這種 尤其是柔柔懷孕了以後 因為我都會扶著柔柔 你知道嗎 就是下樓梯啊 上樓梯啊 那我媽就會那種這樣 因為我以前這個角色都是 對 可是我很事項 我都叫她去扶她媽媽 我說我自己走就可以了 因為我本來要扶她 我本來要扶她 我本來要扶她 媽媽 對 我就 餵她趕快去 你就扶前面然後這樣 我就扶著我媽 她就很開心 是 對 真的會 不然她臉都臭臭的 對 對 她臉很臭 我以前在家 那時候也沒覺得什麼 那時候就有小孩以後 老公是不是都會叫老婆 叫媽媽 對 對不對 有一天坐在客廳 那個前夫就說 欸 媽媽 我才要回的時候 就看到我婆婆 啊 安住 老公在叫妳 但是我前夫是看我的 當然她婆婆很開心回頭 想說我前夫要叫她 尷尬 後來發現不是 她說失落了 就轉過去我想說完了 對 真的 我後來就告訴她以後 不要再這樣叫我 就是你看那種妹妹咬咬 對 我們就是 雖然是媽媽很好 可是我們要幹嘛 也都要先說 媽媽 她冰箱有那個東西 那個我可以吃嗎 我是不敢自己去拿 都要先問 對 其實做老婆的 都要教老公去怎麼做 比較不會造成這三角的關係 但老婆 就甄莉姐 我想請問一下 妳是怎麼樣 就要信服妳老公 不然來 信服妳婆婆 不然來 信服妳婆婆 信服婆婆 打死妳 關起來 綁起來 讓妳不能絕對 妳的信就是不一樣 我覺得 收滿她 對 我應該是說 其實因為我婆婆 就是我覺得妳要先看 妳的長輩 就是公婆家 他們注重的是什麼 那因為我老公 他就等於是在養爸爸媽媽媽 又養我們家 等於是養全家 又獨子 所以他們都覺得 兒子賺錢很辛苦 所以他們其實 有時候常常也會打來問我說 我老公就是他兒子 公司最近怎麼樣 生意好不好 什麼都會來問 所以我知道他們很在乎 錢這一方面 所以我自己有在工作的時候 像有一次我在台中 因為我婆婆有一陣子 就生病住我們家 住了三年 就在我們家的時候 那我早上 因為我通常都睡到12點 中午12點才會起床 那我婆婆都是那種 五六點就起床了 所以我那天特別早 大概十點就起床的時候 我一開那個房間的門的時候 我婆婆馬上說 我吵到你了嗎 我嚇到 我都沒有 你沒有吵到我 我跟你講 我今天要早點回台北去工作 因為我今天有錄影 那我就趕快去 我包包你拿三千塊 就說 媽媽這給你的零用錢 謝謝 收好 不要打算你兒子 這我給你偷偷給你的 因為你兒子給你的是你的 我給你是另外的 所以你不要講 你不要講你就多這三千 不然到時候 你兒子就不給你了 我又特別這樣講 然後我婆婆收到這三千 她不見得會用 可是她很開心 然後從此她說 你今天要早點回去工作 我就可以不用太早回台中了 這就是個好方法 對 然後她就覺得 媳婦是一個會幫老公分擔 有在賺錢的 然後再加上 因為我其實很愛網購 因為我不喜歡自己去買 都是直接在家裡叫 那我一買都是很多箱 你知道 那我婆婆就覺得 怎麼那麼多箱 怎麼都愛亂買 好像是花她兒子的錢 你知道 那我都沒有 我就讓話 我就說媽媽妳趕快講 你想要什麼 我跟你講 通通叫人家送來 不要自己搬太麻煩 你想要什麼通通都要 賣片要什麼 牛奶要什麼通通都叫來 我跟你講 而且這不會我付的喔 你現在不講 到時候就你兒子買給你喔 你現在講我付的喔 殊不知其實我之後 又去跟她兒子包藏 可是她講得很漂亮耶 你很會耶 你這個壞女籃 壞女籃 她兒子買就要養家 可是你知道這樣我婆婆就跟我公公 他們都覺得哇 這個媳婦好厲害 而且我跟你講 其實我跟我老公的地位 就沒有差那麼多了 對 就沒有差那麼多 我們兩個等於算是獨立的角色 有時候婆婆在外面買的東西 買只有妳沒有給老公 對 我跟你講真的會這樣 而且她有祕密 她會特別告訴我 她不會跟她兒子講 所以妳就變成 跟兒子的地位就差不多 因為我本來家裡是 她兒子說什麼算 兒子說的都算 那現在變成媳婦 好像地位差不多 因為表示媳婦沒有拿兒子的錢 所以媳婦也是自己養自己的 是OK 是平起平坐的 而且妳還會照顧她 對 不只是要對婆婆好 妳包含大姑小姑 都要照顧她 真的 所以那時候我們有一次 就是他們都在我們家玩 就聽他們講說有一個 就是他們在網路上看到 一個餅乾很好吃 剛好是熊熊自己在賣的 那我知道他們很喜歡 我就馬上打給熊熊說 欸 我跟你講 我訂 妳幫我寄來 可是我很急喔 因為他們聖誕節前夕要來我家 所以就一個禮拜時間 妳趕快寄來 他說那曾經姐妳要幾 我說我要12盒 12盒 12桶 12桶 那真的還不錯 就買了將近5000塊 妳知道嗎 然後他們 而且是各種口味 然後他們來的時候 就剛好因為當個姊姊 一個妹妹買 就連四家 來來來 在聖誕節 禮物都在那裡 來 喜歡的自己 妳就是聖誕老公公 聖誕老婆婆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 他們都會跟我伯伯講我的好話 因為妳知道嗎 最怕就是大姑小姑 在後面角色 真的 那當妳都做得很好的時候 她就會真的幫妳講說 不會 我跟你講嗎 一定是妳兒子不對 妳媳婦多好 多好 多好 就會幫忙講話 妳知道嗎 因為像買禮物這個 她就是母親姐那些我都會 其實都是我在一邊挑禮物 因為她都不知道 她媽媽想要什麼 然後都是我自己在一邊挑 可是我就沒有上一邊挑 妳不是說妳了解妳嗎 不是啊 我跟妳講 可是沒有 我還沒講完 妳這樣講啊妳 對 我沒有說他們聰明說是 我自己挑的怎麼樣 我都說是祥犬買的 然後祥犬幫妳挑好這些禮物 其實都是我挑的 我就是應該要說是 我自己精挑性選的那一些 這樣妳媽媽才會更開心 對不對 真的 應該是這樣 對 妳應該要 因為這樣她才會體會到妳的用心 對 因為她都覺得是 兒子挑好的 不是 因為我媽的東西 真的不好買 她那東西妳買不起啊 對啊 她真的買不起 對 她弄一排在那邊 然後妳這樣看妳想說 對 但是其實不一定說要買那麼貴 你說像甄莉這樣子 很貼心 對 是啊 我跟妳講 就是順她的毛 什麼都順著她之外 其實妳要創造妳的價值 就像甄莉這樣子 婆婆會覺得說 哇 我剛才買一個媳婦 我好像還賺到一個什麼 讓她感覺到她有貪到 她還要再拿我的位置 其實我在家裡已經 我也是獨子 可是我在家已經沒有什麼位置了 你知道 沒有欸 就是 沒有人要問我要不要吃東西 沒有人問我要不要吃東西 沒有人問我要不要要幹嘛 我每人在整理東西 整理什麼 我也很累啊 然後我爸夾菜 我本來以為他要夾給我 我沒有看過我爸夾菜 他夾菜給肉肉 我覺得我比狗還不如 我家的狗還會吃零食過來吃 我都沒有地位啊 我也是獨子啊 為什麼 我覺得你們家應該是很有一些什麼 特別家規的有沒有 我爸爸有講過 爸爸有講過 女生是要嫁出去的 所以是拿來疼的 男生是要養家的 所以妳是要自己 扛起來 對 沒錯 所以他不會給妳很多金權上的support 什麼都要靠妳自己 這樣很好 其實這樣本來就有感覺 可是妳以後也都是我的 這個我們都在 妳不用講出來啦 我一開始去他們家的時候 我也以為他們家會有什麼 很多家規那些 其實就好像沒有什麼家規 都還滿好的 就跟年輕人生活差不多 所以妳跟他媽媽相處到現在 沒有曾經有過什麼誤會問題 就像我們剛剛講就是小事情 小事情 最大的誤會都是因為 因為他的溝通問題 對 就是溝通問題 不然他媽媽其實就真的對我很好 我記得印象最深刻的有一次 就是我們家住北投 然後我看牙齒那些都要跑到內湖 然後有一次就是他錄影就突然延避 就是趕不上要接我去那個看牙齒 然後他媽媽就 就是那時候已經晚上九點多了 他媽媽就說來 柔柔沒關係 你一個人坐車很危險 我開車載你去 喔 小兵姐耶 對 她說我開車載你送你過去 她很疼她耶 而且她連路都 她不會看那個Google的地圖 然後她連路都不知道 我說喔 沒關係 沒關係 那我今天就先取消就好 我媽其實對她很好 會不會是因為你媽覺得 終於有人接手你了 所以就對她很好 沒有 因為我媽喜歡的是 笑 順 笑順 除了笑 還要順 還要順 我只有笑 我沒有順 如果妳講的 妳的笑是怎麼每天對妳媽笑 不是 就是對她 我會對我爸買東西啊 對她很好啊 什麼什麼之類的 對 就續航問你 可是我不會順 就是妳 如果我覺得妳講的是不對的 我就不會 她會反駁 我會反駁 我會說這不對 可是她不對 她是在旁邊就是 不管怎麼樣就是百依百順 然後會罵妳 對 譬如說妳如果頂嘴 她就罵妳說 妳怎麼可以這樣 妳就罵妳說 我說不要再講了 不要再講了 其實這樣也是對妳好 她也用心良苦 而且真的不要 千萬不要在 就是老婆面前跟媽媽吵架 這個會頂 你就會有時候 一直反駁她的話 她就是可能講錯 然後我們就是聽了 喔 就算了 然後她會一直反駁 講到就是要頂為 就是啄耳禁又有出啦 然後我就是覺得 妳就講不對啊 錯的就是錯的 那妳爸爸有覺得 妳今天結了婚 跟以前有什麼不一樣嗎 我爸目前還講 對我是非常的滿意 真的 交往 我們交往之後 他爸爸就覺得他改變很多 就跟我在一起以後 他就說跟之前的女朋友 就還是一樣 就是沒有那麼懂事 對不對 對 哈哈哈哈 自己回答 好壞喔 對 哈哈哈哈 有肉不做 沒有把他給信不住 然後爸爸很少會爭奪我的 他有一次接受媒體訪問的時候 他說 講解現在不一樣了 很有責任感 對 他說我很有責任感 他對著新聞媒體 很多人喔 他對著新聞媒體講的 跟我一樣 跟我一樣 跟他一樣 嗯 這個 驕傲 對 這個你聽到 你爸就驕傲 被認同了 你被肯定了 他肯定我了 你知道嗎 我活了三四十年 我終於被我爸肯定了 Yes 對 所以這才是神隊友 因為你改變變好 其實對他也是好 沒錯 對 因為他們會覺得是他的功勞 對 那我們要請教一下兩性專家 要怎麼樣把自己的豬隊友老公 訓練成神隊友 有沒有什麼特別的方法 其實我要跟各位女人講就是說 有時候豬就是豬 感覺變成神豬 感覺我怕是豬 這個是有難度嘛 你說豬可以變成人 就已經很可以把他拍拍手了 對不對 所以其實我會覺得說 第一個就是這種事情 是非一朝一夕就可以養成的 那當你看到 你老公是個豬隊的時候 請你也會覺得說 畢竟人也是我選的嘛 所以說我覺得 大家女生在他入婚姻之前 真的很重要 就是說你必須要去觀察說 你這一個未來老公 他對他的家人溝通模式 到底是怎麼樣 講話的時候他有沒有濾網 就是說有些話可以說 有些話不能說 還說他就是全盤拖出 然後把你給拱出去 這樣的話可能就不好 那我是會覺得說 其實女人在跟老公 在相處的時候 有些時候老公 我相信祥全他一定也有 做對的地方 如果今天他有做對的地方 請女生一定要大力去 給他補下去 就是要去稱讚他 就是哇老公你這樣好man 哇你今天擋了我一隻箭 好man喔 那男人就比較會能夠記住說 原來我有做對的 對不對 那如果做錯的話 請你用撒嬌的方式 門關起來 跟他講說老公 你今天在那個媽媽面前 這樣講我 其實我不是很有面子 你不要這樣 就是不要說在面前就吵出來 而且說很多事情 我們就是該撒嬌的地方 我們就柔情是水 把門關起來跟老公講 可是老公做對的地方 一定要大力去讚美他 讓老公有那個記憶點 就是說原來我也不是說 完全都不能夠處理啦 其實我還是可以 他下次就會做得更好 婆媳之間的相處真的是一門 很多妹妹尷尬 真的 但今天聽下來我覺得 我們的老公都很幸運 因為老婆真的很厲害 真的讓我們這個 不管是這個豬啦 還是神啦 我覺得我們都要 記得那個都是我們婆婆生的 對 對啊 所以呢我們就要用那種 供奉神豬的那種 虔誠跟感情 來看看這個婆媳之間的火花 讓這個火花變成那種 怒火變成那個煙花 對不對 對 慶祝什麼呢 慶祝說 我真的嫁得非常好 好不好 祝福你們了 謝謝 阿絕萬歲 佛喜萬歲 對 好 謝謝 謝謝阿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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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